单荣彼爱国席补选才过了两周 大马又将迎来509后第10场补选 警方将针对昨天的和爱和平协议 签署30周年纪念会展开调查 社交媒体上疯传的大马纹身展裸袖纹身事件 旅游部如何回应呢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看12月2号的百隔大事迹 晚上好我是远静 多位前马共成员昨天才出席了 马来西亚21世纪联谊会主办的 和爱和平协议签署30周年纪念会 今天就捎来消息 指内政部已指示警方调查纪念会仪式 而政治部同样展开调查工作 包括调查活动的目的是属于闭门或公开活动 以及是否有通知执法单位 内政部长慕尤丁说 据他所知过去从来没有这类智慧 即使有公众也不会知道 因此警方会调查 这是否只是庆祝和爱和平协议 签署30周年 抑或是有人想要重燃过去的共产主义 并强调类似的精神不能被鼓励 其中以个人身份出席活动的行动党中委 刘天球认为 警方有权进行调查 但没有必要 刘天球告诉透视大马 这场纪念活动对前马共成员及亲友而言 是非常有意义的 希望大家明白 这是为了纪念和平并非其他目的 社交媒体疯传着一组模特儿在2019年大马纹身展览会上赤裸上身 展示纹身的照片引起热议 甚至有人质疑纹身展览会是否获得旅游部批准 而这喜赤裸事件也被带到国会谈论 展SEXBO 中片 里有艺术及文化不 副部长巴迪亚补充 该部的确有批准主办这场纹身展览会 但没有允许他们在大会上公开裸露 纹身展览会先前已在沙巴亚币举行了三届 不曾发生类似事件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可达比通过文告回应说 据他了解这是一场非公开活动 但基于这已抵触社会底线 他已指示马来西亚会议展览局调查指示 国防部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提成国防白皮书 里头涵盖大马国防八大课题 作为我国从2021年至2030年的国防策略 以捍卫国家利益和主权 有别于2015年的国防政策 国防白皮书并非机密文件 而是一份以一个安全主权和繁荣的马来西亚 为主题的公开文件 国防白皮书除了强调全民防卫及全体人民 共同承担保卫国家的责任 也将着重于提升西马与东马的共同执行力 当容彼爱补选才过了两周 马上又将迎来509后第十场补选 说的就是沙巴金马利国会议席 第十四届大选中 时任外交部长阿尼法阿曼 以156张多数票 打败民进党候选人卡林布章 拿下该国席 随后卡林布章入禀选举庭 挑战选举成绩 亚币选举法庭在今年8月 宣判该区选举结果无效后 阿尼法随之入禀上诉 但今天联邦法院驳回上诉 继而触发这场不选 阿尼法原本是武统党内高层 509后他宣布退党 至今没有加入任何政党 什么原因会导致你被列入澳洲关卡的市警名单 甚至可能被拒绝入境 澳洲人报引述澳洲内政部数据 马来西亚及中国籍人士最常被澳洲关卡管控当局列入市警名单 但是去年被列入市警名单的大马人人数就有68,417人 人数略高过中国的58,724人 大马人被列为市警名单的原因包括可疑旅游计划 预期逗留,拖欠联邦债务及违反签证条例 相比去年,入榜的大马人人数还增长了37.2% 那么今天的大事迹到此,感谢收看 百格大事迹是由泰来学院与大学荣誉呈现 更多详情请浏览 university2.taylor.edu.my.enroll